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台湾肝脏学术文教基金会的爱肝诊疗室节目 我是清荣 在台湾的十大癌症当中肝癌是第四名 每年新增大约1万人 而且有将近8000人死于肝癌 所以这个可怕的癌症 很多人发现都已经是中晚期了 那么到底这个中晚期的肝癌 会不会真的就像你再连续去看到的那么的悲观 有没有更多新的治疗方式跟趋势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高雄医学大学的副校长 同时他也是肝脏方面的权威 余明荣 余教授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来分享这个话题 余教授你好 主持人清荣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首先先介绍一下中晚期的肝癌会有什么症状好吗 是的 我想就大家都知道 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肝癌 早期的时候通通是没有症状的 跟我们常见的B型肝炎 西型肝炎都是一样 到中晚期比较常见的症状呢 包括食欲不振 消化道的一些问题 腹脏 另外有些人他可能体重会下降 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有这一个腹水跑出来 比较严重的时候等等这些 你说他会引起这个腹痛的状况 通常他是比较大的 或者是他长在表面 要不然基本上肝癌是不会痛的 也不痛 对 可是我们传统比如说会有黄胆的症状 比较晚期的肝癌也可能会伴有黄胆的状况 所以中晚期的肝癌怎么治疗 其实我们要先了解他怎么分歧 但中晚期的肝癌要怎么分歧之前 我们要先学会两个分歧 对不对 这第一个要先学会肝硬化分歧 这个都影响到你怎么界定你肝癌的分歧 还有他的治疗方式对吗 李教授 是的 非常重要 我想所有的癌症里面肝癌是特别特殊的 因为他除了有癌症以外 他通常都伴随了肝脏相关的问题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肝癌的病人 事实上都已经有肝癌化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一定要了解 这个病人他有没有肝癌化 肝癌化的严重度是如何 一般来讲我们肝癌化 可以根据他的严重度分成三期 要分成这三期 我们会根据五个这个指标 包括他有没有附水 他有没有肝脑病变 他有没有中短红素高或低 就是我们常见的黄胆 白蛋白高或低 因为肝癌是制造白蛋白最重要的器官 太低代表肝癌功能就不好 另外肝癌也是制造我们这个灵血 因子最重要的器官 所以他如果灵血的这个功能不好 也代表肝癌非常不好 所以这样五个指标 然后根据他的 他的这个有没有或是轻度或是重度 我们各给他一分两分或三分 他加起来一共有15分 所以最低来讲是5分 最高来讲是15分 如果他是5分到6分 那就是轻度的干液化 这种病人他都还可以维持 他基本的这个生活 如果他是7分到9分 那就是属于中度 如果是10分以上 那就是严重 通常10分以上 我们就叫肝衰竭 基本上这个都要换肝 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这一个病人的体能状态 在这个所谓的美国东岸癌症 临床研究合作的组织 他有做一个评估的量表 他把一个人 他的这个体能分成6级 如果正常都没有症状 就是最好就是0级 越高就代表越不好 5级就已经是死亡了 很简单的分别就是 有症状就是1级以上 但是有症状他如果对生活的布料 都没有什么影响他就是1级 如果他开始要卧床 就是2级以上 但是如果他卧床的时间是 12小时之内 就是50%以内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2级 如果超过12个小时 一天 那就要3级 如果是4级 就是长级的卧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肝癌的分期 他分的期数从0期到末期 简而言之是 总共分了5期对吧 对 我想这是目前 全世界最常使用的 肝癌分期的方式 有很多种 不知道大家最常使用的 就是巴塞荣华大学 他们所发展出来的 所谓的VC、LC 肝癌分期 他根据病人的肝硬化的严重度 是A还是B 还是C以上 或者是 他根据这个 他的这个生活体能状态 依靠可0到1分 或是0到2分 或是3分、4分以上 再把这个病人的肝癌分成0期 我们一般来讲就非常早期 叫0期 一颗肿瘤2公分以下 而且他的体能状态跟他的非常好 他的这个肝硬化程度 是轻的 是 如果他体能状态也还不错 肝硬化程度是轻到中度的话 但是他肿瘤是2公分以上 不过还小于5公分 或者是他有3颗 那是最大 没有超过3公分 我们叫做早期的肝癌 又叫做A期 如果是单颗5公分以上 或是超过3颗以上 那我们就叫做V期 叫做中期 晚期的话 就是他已经有轻患到血管 或是淋巴 或是其他轻患 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 这叫做晚期 末期就是他已经肝衰竭了 那基本上这个期别 跟他的育后 都是令人的这个 能够存活多久 有很大的关系 跟治疗的方式 也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们讲的中晚期 应该是从这边开始的对吧 就是B跟C 甚至D的 D的话一般就是没办法治疗了 因为他肝功能太差了 只能够支持性的疗 这个连患肝都没有办法了 基本上 如果他有肝癌又是来到这一起的话 那要放肝可以 那是适合放肝的病人数是非常少的 也就是他可能只有一两颗没有轻患 但是他因为肝的底子太差了 那还是可以放肝 但是如果他是因为已经有这个跑到很多的这个器官或血管轻患 然后又这个状态的话 这时候放肝呢 他的腹发很高 所以一般也不介意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所谓标靶免疫加部分的化疗 对 从2007年开始 那主力呢 开始大家因为有新的标靶治疗 那最近有免疫治疗 这我想这个是在中晚期 这个肝癌的很大的一个治疗上的契机 所以这个肝癌的人不用再像以前那么的悲观 就是因为这个晚期的肝癌标准治疗 现在药物蛮多的 于是这个第一线第二线治疗的分别是什么 第一线就是说当他过去没有使用这些所谓的系统性疗法 包括这个所谓的标靶或是免疫 叫第一线治疗方式 如果曾经使用过标靶或免疫 失败或是无效以后 再使用标靶或免疫那个叫第二线治疗 不过标准治疗里面的这些标靶或免疫 还是有很多选项 这个看起来很灰 但是对我们的很多病友来说是好消息 因为表示你的选择就多了 来 怎么看 好 我们就请各位观众先注意到这个第一线 那第一线目前有三种治疗的方式 其中橘色这两个就是标靶治疗 我们知道肿瘤有两大特性 二性肿瘤 第一个就是它不受控制的生长速度不上快 第二个它会乱跑 不该长的地方它也会长 在癌细胞生长过程当中 它就会有一些有一个机制 会让很多不该长的血管长出来 所以标靶治疗主要就是在抑制血管新生 然后把它这个所谓的癌细胞增生的讯息 把它阻断掉 在2017年有第一个标靶治疗 被第一线的药物出来 那最近在2018年又有第二个出来 这些都可以当作第一线的标靶治疗 最新的这一个药物的组合 就是使用一个免疫治疗 再加上一个标靶治疗 同时 同时这样的我们常说的鸡尾酒疗法 它已经要变成现在最新的第一线的治疗 事实上人体的系统 免疫系统里面也是有正规的军队 对啊 它你的癌细胞它是不好的细胞 对啊 这个我们的这个正规军队呢 可以认知它 它这是不好的细胞 就把它杀掉 但是呢 这个癌细胞呢 它也会很聪明 它会分泌一些东西呢 来掩饰说它是正常的细胞 假装它是正常的 对对对 我们这个免疫治疗就是所谓的 免疫的这一个 checkpoint检查点的抑制剂 让这个免疫系统可以认知到 哇 这个是癌细胞 所以这是第一线 可以有这三种方式 当然呢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第一线不是每一个都会有效 或者是它有一段时间有效以后 慢慢又变成无效 那这时候就可能可以有第二线 那最近这几年有很多的第二线 被发展出来 那么第二线的大部分都是标靶治疗 也就是你用了免疫加这个标靶以后呢 如果假设它无效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用把这个标靶再进来 那标靶的一线 如果无效的话还有标靶还有第二线 那你如果一开始你是使用标靶的 它的第二线有三种标靶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使用 第二线是使用免疫 另外最新的标靶也是一样 你如果无效以后 你也可以选择第二线的标靶 这么多的标靶药物 那如果像这样一线没有成功之后 这些二线它到底有什么功能 而且要怎么选 我想现在有这么多的二线是病人的福音 可以根据不同的状态 还有病人的这一个 它的这一个所谓的适应症来选择 比如说你第一线的这个标靶已经无效了 我们如果第二线能够继续选择标靶 我们还有三种选择 比如说它如果胎儿蛋白是大于400 我们就可以选择最下面这一个 因为胎儿蛋白越高 事实上它治疗效果越差 预后越不好 但是有些药物它对于这种 它就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二线的这个标靶 它的这个存活率都可以来到 10到12个月左右 使得病人的这一个中晚期的肝癌 它的存活期可以再继续的延长 这边有一个现行一线药物的效果比较 现行的一线药物只要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最近刚发展出来 就是免疫再加上抗血感新增的标靶 那这个它的这个肿瘤缩小的机会 是除过我们医疗之外 它有三分之一 更奇特的是 有一层的病人它会完全消失 这个在过去肝癌的治疗史上是 前所未见吧 因为肝癌以前要是听到亲戚朋友得到 大家都会觉得 应该是真没希望 可是现在既然有药物可以到33% 它是有明显的感受的 就算它是比如说C晚期的病人 它都一样有效 对 那它的疾病控制力也就是疾病不会再继续进展的话 大概是7成 7成 对 跟其他的这个标靶 这一点是差不多 是 目前呢 这个报告呢 它的平均存活期呢 是在正式报告是大于17个月 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几乎20个月了 平均存活期 这个是目前所看到的 目前所看到的 另外两个标靶药物的这个治疗呢 它的这个疗效呢 实际上是差不多 总的缩小的机会大概是6分之1到4分之1左右 是 但是它完全消失的机会很少 只有1%而已 是 也就是你单独使用标靶 它能够完全消失的机会是不多 但是它还好它疾病控制力也可以来到7成 它的平均存活期大概是13到15个月 这样看起来几乎毫无疑问的 免疫家标靶 是现在中晚期肝癌病人的希望 那我知道的是整个肝癌药物的发展当中 我们甚至在朝着双免疫的方向前进对吗 哇 那更值得期待了 对 早期这是单独的一个标靶 后来单独的免疫治疗 那这两个呢 它的疗效是差不多 但是免疫治疗它负重是比较少 对 刚刚跟各位观众介绍的是新的免疫加标靶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临床试验证 正在进行双免疫 双免疫 对 我们是希望说未来双免疫 或是双免疫加标靶 三合一 看能不能把这个肿瘤缩小机会 能够提升到4成到5成 看未来这个存活力能够提升到两年以上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这些中晚期的肝癌治疗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我先来讲算筛好了 早期算筛 那算筛完的话最常见的就是腹痛 因为你把肝脏的血管把它晒住 它就缺氧缺血 所以它就会痛 然后会发烧 那当然有少附的病人 他可能会之后造成肝衰竭 对 标靶治疗 它也不是没有副作用 它副作用也蛮多的 它副作用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最要注意的就是高血压 对 如果本来没有高血压 它也可能高血压会跑出来 对 OK 那另外在第一线 在最早的那个标靶的药物 它最常见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手足症 它这个手跟脚也会红重 那会脱皮 对 另外一个常见是腹泻 不过大部分腹泻我们可以症状来治疗 要再注意的就是蛋白尿 蛋白尿 对 那是肾脏疾病吗 对 但是不要把治疗大概有大概一两层 会有第三级的蛋白尿 就是明显的蛋白尿 会怎样 这个久了 这个久了又严重了以后 它可能会造成肾脏的这个顺伤 所以通常如果有比较明显 蛋白尿要出来我们都要减量 甚至要照暂停 所以其实我们在服用药物的过程 要随时告诉医生说 我的相关身体有没有出现其他的症状 让医生可能甚至比如说考虑换药 或者是酌量的调整量 这非常重要 好 那免疫有没有问题呢 免疫当然也有 当然免疫相对 不要把治疗 它的副作用的频率是比较没那么高 但是它还是有它一些特殊的 除了它会有肠皮疹 另外免疫它也会有高血压 也会有高血压 高血压比例是没有像标靶那么高 它还是会有 那另外我们知道 这个免疫能力增强了以后 它偶尔还是会忘记自己人 攻击自己人的细胞 所以它会攻击我们甲状腺 所以就会造成甲状腺抗净或是低下 甚至有些脑下腺也会 那这些都是所谓自体免疫性的问题 那不过如果是甲状腺这些东西 这些因为免疫治疗所产生的这些问题 药物都可以来控制 其实我们这样一听下来 发现所谓的中晚期肝癌 在以前是一个很悲观的消息 但我们现在随着医药的进步 它已经有很多的药物选择 而且在副作用的控制上 现在也有很多的方式 所以其实维持着乐观 然后用时间去争取医疗发展的空间 我相信中晚期肝癌在将来的治愈率 甚至是说它的控制率一定会提高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高雄医学大学的 余明龙佑副校长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余副校长 谢谢清荣 谢谢各位观众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欢迎打电话到肝癌学术文教基金会的免费咨询专线 希望您健健康康 肝是好的 人生是彩色的 下次见